中国斥资2400亿买废旧油田 却被美国嘲笑是人傻钱多 结果变费为宝后肠子都毁清了 欢迎收看本期中华振兴 如果您觉得内容还不错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中国投资2400亿巨资 竟只为买下一座废弃油田 而这座废弃油田 却让本来等着看中国笑话的美国 连肠子都毁清了 中国为何要买下一座废弃的油田 这座让30多个国家都束手无策的卡沙甘油田 又是怎样在中国手中起死回生的呢 石油资源对中国的发展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中国国内的石油资源储备 并不能满足中国日益壮大的发展 于是中国只能去国外进口石油 而如今中国竟花费巨资 买下了哈萨克斯坦的一座废弃油田 这一消息一经发出 就引起世界人民的热烈讨论 美国等国家都纷纷嘲笑中国 真是想石油想疯了 竟然花费如此大的资金 去投资一座根本没办法进行开采的油田 坐等着看中国的笑话 谁知道中国后面的举动 却让美国实实在在地打了脸 也让美国连肠子都毁清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座油田 就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卡沙甘油田 早在1991年的时候 哈萨克斯坦就发现在离海附近 可能蕴含着极其充足的是石油资源 但是当时的哈萨克斯坦刚刚独立 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 所以只能向外国开放离海地区的石油资源 1997年 哈萨克斯坦政府与意大利的石油公司 签订了近40年的产品分成协议 将约5600平方千米的石油生产地 交给意大利石油公司进行开采 而就在意大利石油公司进行开采的期间 探测发现了一座极其大的油田 这让整个世界都沸腾了 因为这是当时近30年来发现的 世界上最大的石油 突如其来的惊喜 让意大利兴奋不已 当然 随着世界各国开采能力的不断提高 已经发现了比它更大的油田 但是它在当时的那个年代 确实是一个传奇 根据当时的勘测数据显示 这个超级大油田 地质原油储存量可以达到52亿吨 大约是350亿桶 可开采量甚至有110亿桶 预计日产最高可以达到150万桶 可以满足欧洲将近10%的消费量 而且除了石油资源 它还有大量的天然气资源 天然气储存量有1万亿立方米 而当时刚好赶上 阿特劳州著名诗人卡沙甘地 150周年诞辰 为了送给这位大文豪一份特殊的礼物 哈萨克斯坦专门将这座世界级的大油田 以它的名字进行命名 卡沙甘油田也就由此正式诞生 再看到意大利的石油项目如此硕果累累 美国 英国 挪威等国家十分眼红 也纷纷跟投了这个项目 按理来说 这个超级大工程已经和这么多国家签订了合同 应该早日进行开采才对 毕竟他们签订的合同是有期限的 但是卡沙甘石油项目 却一再地推迟开采时间 卡沙甘油田本来预定的开采时间 是2005年的6月份 但是因为资金和技术的问题 又将其延后到2008年底 哈萨克斯坦还为此获得了1.5亿美元的补偿金 本以为这是最后一次延期了 但在2007年的时候 各国却又宣布卡沙甘的石油开采时间 要由2008年底继续推迟到2010年下半年 而且开发费用也提高了 由原来预定的570亿美元 增长到1360亿美元 而在2013年 终于计划要进行开采的卡沙甘油田 却又发生油气泄漏 只能再次停产 由于这个项目耗时太长 过程一波三折 开采工程又迟迟看不到进展 美国石油公司无奈宣布 退出卡沙甘项目 而其他国家在经过一系列的勘测尝试之后 也纷纷摇头 表示这块超级大油田 还真是难以拿下 自己也无能为力 可谓是命运多舛 是什么让卡沙甘油田的开采时间一推再推 它的开采难度到底是有多大 竟然让整整将近30多个国家都束手无策 经调查发现 卡沙甘油田自然环境的恶劣程度 以及开采难度 在世界上都实属罕见 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无疑是最大的难题 它位于离海的北部 在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的入海口 离海为大陆性气候 一年气温差异变化极大 夏季最热的时候 气温甚至可以达到40摄氏度 根本没办法长时间正常工作 而地质条件的特殊性 更是加大了开采难度 与一般的油田开采不同 卡沙甘油田 需要大量的设备材料才能进行开采 但哈萨克斯坦并没有制造这些设备的能力 所以这些大型设备必须在外国制作好 然后通过大型运输船进行运输 但是离海夏季经常出现风暴潮 瞬息万变的风暴潮会在海面掀起巨大风浪 运输过程极度困难 哈萨克斯坦在冬季最寒冷的时候 气温又渴到零下40多度 为了防止工作人员冻伤 他们只能在室外工作一小时 就必须要到室内取暖 非常耽误施工进程 而且离海的海水沿度较低 每年的11月份到3月份 都有将近5个月的结冰期 产生的冰层足足有0.7米厚 给油田项目施工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除了气候问题 它特殊又复杂的地质条件 也是卡沙甘油田无法进行正常开采的原因之一 它的盐层主要由碳酸盐盐构成 储存层厚度很大 地层压力可以达到80兆帕 地层温度可以达到110摄氏度到120摄氏度之间 而且还充斥着硫醇等有毒有害物质 导致原油的采收率受到很大的影响 结合以上的种种原因 让卡沙甘油田成为了一个开采难度极大的废弃油田 这么多国家想要进行卡沙甘油田的开采 但是却都没能吞下这块肥肉 中国凭什么就能 曾经试图开采却没能成功的国家 都觉得中国这次肯定要白花钱了 纷纷做好看中国出丑的准备 但是中国可不会理睬其他国家的冷嘲热讽 只专注于自己的工程发展 想要进行卡沙甘石油的开采 加强开采工艺 提高开采设备的技术水平 是第一位的 为了能够让卡沙甘油田尽快开采 中国将卡沙甘油田的开采 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油田产量为 每天37万桶 第二阶段的产量 计划达到每天100万桶 而第三阶段计划要在海上打造 240口生产井 产量最高要达到每天150万桶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 科研人员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为了降低施工作业的风险 人工造岛就成了首选 但受到卡沙甘油田的地质限制 不能使用普通的混凝土材质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卡沙甘财团使用了数百万吨的石灰岩材料 在岛上进行石油开采作业 冬季气候寒冷 那就在岛上修建防冰桩 所有的岛上建筑材料 都选择可以耐低温的材料 还专门制造了几百艘特种作业船 这些作业船有高度的抗扶冰冲击能力 还有专门作业的破冰船 破开离海后市的冰面 让作业船可以正常工作 外部条件解决了 但面对地下油田产生的有毒物质 众人却束手无策 经过专家商讨过后 决定将产出的半生器回注到地层 在经过无数的实验和努力之后 终于在2016年正式投产 产出了第一批石油 大家都知道 石油被誉为工业的血液 液体黄金的名头可不是凭空得来的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石油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自然也不例外 不仅日常中使用的交通工具需要石油 军事武器和航天发展也离不开石油 但是中国国内的石油储备量 根本不足够支持中国的发展 根据数据显示 中国每年向国外进口的石油超4亿吨 大约要花费1万亿人民币 而且世界上的石油 大部分都掌控在中东地区的国家手里 价格也是他们说了算 卡沙甘油田的正式投入生产 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石油资源在近几十年间 不用再依赖中东地区的石油 这个时候 肯定要有朋友问了 中哈两国距离这么遥远 要怎么进行石油运输呢 要不怎么说中国是个有远见的国家呢 早在2004年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就达成了合作 中哈原油管道工程 是中国的第一条战略及跨国原油进口管道 它的年输油能力总体规划为2000万吨 也为卡沙甘油田石油资源的运输 提供了很大程度的便利 中国成功解决了卡沙甘油田难题 这一消息传出 可让美国后悔不已 中国能够买下卡沙甘大油田 还要多亏了美国 要不是美国建卡沙甘大油田的开采难度太大 开采成本太高 退出了这个石油开采项目 将手中的8.4%的股权转让了出去 中国也不能半路截胡 而且当时的印度也想要与中国竞争这块大油田 但是哈萨克斯坦显然更愿意相信中国 对印度的开采能力保持怀疑态度 所以哈萨克斯坦从美国手里买下了这些股份 并转手卖给了中国 让印度的计划落了空 现在见中国拿下了卡沙甘油田 开采出源源不断的石油 想必美国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吧 卡沙甘油田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施工条件和开采难度最大的油田项目之一 而中国可以突破层层阻力 完成它的开采工程 这足以说明 中国在这一领域科学技术实力的强大 而中国拥有了卡沙甘油田 这也会让中国科技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